你好,欢迎收看12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吕慧 最近花莲连绵西雨造成种植黄豆的光复香 大豆发芽腐烂以及种子发霉的情形 损害面积超过40% 县府启动了灾害救助每公顷捕捉2.4万元 也提醒接下来还有可能会有寒害 农民要特别注意 阴雨绵绵,老天爷不露脸 农民望着发霉腐烂的黄豆 哀声叹息也无语问苍天 光复香转座杂粮的大豆种植区广达100多公斤的面积 入冬以来阴雨不断,导致了豆甲发芽腐烂 种子也发霉,黄豆蜘蛛整个溃烂 整片田里没有正常作物,农友好心酸 正常这个皮会成咖啡色这样 这都细构啊 大概我们二期的面积大概在89公顷 目前申报的面积大概有大概快30公顷 受到阴雨的危害 因为整个气候异常造成这个问题啊 我想整个异常造成农民的一些损失得没有收入 先生部农业处接获通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刊灾 初步统计112.88公顷的大豆种植区有24.5公顷受损 损失超过40% 立即向农委会通报并启动灾害补助办法 勘察的结果受害面积大概有24.5公顷 那灾水的程度大概40% 所以我们经过跟农委会这边建议救助之后 也过得农委会的公告 那我们在这边 现在府也呼吁我们农友 我们整个的受饮时间是到1月4号 明年110年的1月4号 那整个例假日 公所也都是开放照常申请 所以我们也呼吁农友如果有符合必然在救助的 那要赶快尽快到我们公所去做申请 由于光复香大豆 有部分是专门提供给花莲国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来源 例如豆浆、豆腐 而县政府表示会随时调整营养午餐豆类 不至于影响学生 另外也特别提醒跨年有一波地温特报 可能会影响养苗发育 还有凤梨开花 也请农友做好防寒准备 如有损失也随时向各公所回报 以便统计灾情 记者时遇兰光复采访报道